对于330世界环球来说,回购这一部分的股本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好的消息。 从330的情况来看,已经连续几个季度销售情况比较差,而且从6月份公布的业绩报告来看,销售有大幅度的倒退。 那从整个世界环球的零售业务来看,在欧洲区的销售业务令人不满意,整个欧洲区的经济复苏的速度也比较慢,零售业务受到的压力比较大。 那整个330在09年至10年的整个经营情况也并不是太多,所以股价还会受到这个比较主导性的一个利空因素的控制。 那大约会受制于52块钱左右。 那从华人创业来看,华人创业的整个做法可能是撇除一些边际利润比较低的一些零售业务,而会集中于其他的一些类似房地产的一些开发的业务。 那从这样的情况来看,整个华人创业的一个评估将会以另外一种那个适应率的评估方式来评估。 那这样现实来说22倍的适应率来说,华人创业还是一个处于比较中等偏高的一个价位。 具体的以后业务的发展还是要看重整之后的表现。